好,歡迎大家回到這個科技集訊網台版三十七集的第二節 回到電玩新聞的環節 跟大家繼續說一些電玩新聞的東西 大王還沒能分到到底寫哪個名字 寫哪個名字好,所以就為大家說一些HandCamp的東西 大王可以想清楚寫哪個名字 剛才那個,我當然寫入那些假妹,你瘋的 可以的,大家明白的 我會買給Sunny,然後幫Sunny寫事家宴 大家明白的 正題吧 大家又要先做一些follow up 上一集跟大家說過VDS上的Lost Hero 2 一個悲劇 所以有很多人在香港買完都沒有計可思 我不知道在game shop拿不拿回 我看到拿得回的通常都是Amazon買的 然後現在我託朋友的日本朋友 就在那邊收回這條code 總之有位日本妹妹幫你做 我不知道是妹妹還是姐姐 那我就不知道,只知道是妹妹妹 妹妹還是姐姐就不知道 那就拿回這條code 其實我下載了遊戲 放在VDS裡面 當然是沒有開過的 下載完了關機的 這些大家都明白 聽得多愛雜碎的聽眾都知道結果是這樣的 如果大家有幸收到這條code 其實也挺硬的 上面也有教到你怎麼做 就要登入bdgames.net 不是.com 是 不過日本是.net多的嗎 這個不一定 它是.co.jp 它不是.com 我剛才好像說錯了 是bngames.net 那就是Bandai Lamco Games.net 進去之後它就會有個選擇 讓你按下去就是Lost Hero 2的專區 你按下去之後 然後就再寄給你那條code上面那16個號碼 然後它就將另一條16個code給你 那你就可以在VDS的eShop上面就下載了 其實上回的網上 可以做類似redeem的程序 就再拿一條code 然後那條code 真的可以下載了 那我昨晚下載 算了 我家裡的上網就大概一小時左右了 你這個算了 其實也很多人 用一個快機的速度應該半小時 因為它計算好像是三千零七的位置 用那張卡那個 因為它計算的位置是 我那張卡好像是三萬二千多 它用了三千多這樣 它就下載了一小時左右 那各位聽做者有興趣的就留意一下 如果你有需要幫忙 你可以找找我 看看有沒有辦法幫到你 結婚又不包生仔 但是可以看一看 有什麼Facebook、Low Inbox 我們這樣說一說 或者YouTube看的 就靠傳訊息給我 留言也可以 留言也可以 傳訊息也可以 看看有沒有辦法幫到大家 如果是 這樣收到一封收到第二封 那麼無所謂 但是樽紙我不會寄給你 我只是給了一張照片給你 當然我不會這麼混蛋 拿了你的曲子 之後買夠了它 是另一件事 你自己小心 你果然聽眾還會找你幫忙 那你自己小心 有些事情 是不是 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 Sunny做得出 放心 如果Sunny真的做出這件事 那各位聽眾再跟我本人聯絡 上去Pedro 我們會加發時候搞了Sunny OK 另外我們就要跟各位聽眾 做一個小小的道歉 道歉事 我露出了他們就看不到 不要老貴 那為什麼要做道歉呢 就是因為其實Sunny 剛剛舉辦了一個叫做 Sunny春日電碗祭 剛剛過去的星期五 星期五 星期五還是星期六 星期五 星期五晚上 是星期五晚上 那本身其實我也報了名 也應該有幸抽中了 除了跟聽眾道歉 也要跟Sunny那方面道歉 因為那天他打給我 應該就是想跟我說 約時間的時候 那天我開了一個全日的會 開了八個小時 開到我扑街 那樣 然後錯過了他的電話 因為那個會不給他電話 所以放下了電話 有四個錯過 他又沒有來電顯示 變了我又叫不上去 最後就叫做他 應該抽中了我 但我就錯過了 沒有資格 所以也去不了那個活動 那跟Sunny和各位聽眾 真的不好意思 沒有了一個 一來Sunny就麻煩了他們 二來各位聽眾 又少了一個實況匯報 但也有上網找到一些資料 雖然不是實況匯報 但你有些東西可以分享一下 其實之前也搞過類似的活動 我也出席過 那次應該相對上是比較小型的 他們之前也搞過一些比較大型 比較大型 就約五十至一百位朋友出席 那時候 因為其實Sunny 每次都一定會有些食物 有些飲品買在那裡 以前就那些 不夠吃不夠飲的那些 那麼嚴重 因為他可能 他經驗都不夠 那時候可能頭幾次搞 就是準備得不夠 但有吸出經驗 其實也挺開心 這次各位就說 都夠吃夠飲的 然後就試玩 因為這次其實他也有些Cosplayer 在那裡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找了幾個帖子 那些人拍Cosplayer 就拍男仔 不是拍女仔 就是拍男仔 不是拍女仔 那些遊戲居留又不拍 我不知道他拍了什麼 當然他其實有找 那些男Cos有什麼 那麼吸引 因為他主打是那隻Bloom 那隻動作game 那他真的找一個人 是Cos了Bloom 那個角色出來 那你又不要怪人 有時候大家的著眼點不一樣 那我都明白 那另外就有些可惜 因為達哥其實是這次的MC MC 那他當然有變軟卡關 好像最後還是打不贏過大哥 最後還是打不贏過大哥 打不贏就是新聞 那最後好像說他卡了幾次 終於看到大哥 但最後還是打死的 因為他卡了太久 簡直是說是現場 就是Sony那邊說 最後一次機會了 很慘 如果平時他開台 這種情況應該是OT 要OT 保持著打一整晚 為了讓他保護 但是到底達哥 是不是為了滿足各位觀眾的慾望 不知道 我是很相信達哥 卡關這方面很真心 卡關這方面很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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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現場還有個街霸的比賽 贏了冠軍那位好像有些特別的獎品 但是那個冠軍和達哥打 又被達哥打贏了他 達哥打街霸 始終之前 有苦練過 他之苦練過坐在瀑布 所以達哥又不是完全加關 看情況 當然各位朋友有沒有放傷 是另一回事 難道他會出真空波露球 說你聽什麼 達哥可能下面 掀了100元之位 給他面子 說笑而已 不要怪我 你看到那些人 整個他們都滿意的 而且他看到Sony 那方面很有心 試玩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職員 過來問你對這次活動的感想 對遊戲的感想 都有的 希望他們可以再搞多些這類活動 其實這次聽起來 你抽中去不到 也挺可惜的 感覺上 可惜 而且又錯過了 說回來 你一進場 他有一部20週年版的PS4 放了在那裡 但他不是給你 尿他拿好味 很難說的 但我抽中你 已經有東西吃 有東西喝 有女兒看 有兒子看 有達哥看 你還要把相機拿走 你不給那部PS4 我沒問題 你不要放出來 終於是20週年版 你不要放出來 你不要放出來 你不要放那部 你又得不到 刺激的你 但是 擺一串葡萄 但他也不是氣的 每個人都有現場的紀念品 給你 很大袋 我不知裡面有些什麼 但他 因為完結後 他就會上個Forum 做一些comment 說回這個活動感想 最好的位置 是可以獲得一部PS4 所以我錯過了一個 可以獲得PS4的機會 你不如考試自己買吧 當然我的comment 那麼多粗口 其實Sony應該不會選擇 這個比較敏碎 我也明白 算了 你應該考試自己買吧 但聽起來Sony 真的有好誠意 其實同一天 XBOX那邊都有一個活動 主要是有賽車遊戲 送了一部車 說二十多萬的那部車 好像Viat 我不記得 我真的不懂分離車 還有台灣妹Lolo 過來跟你親身打機 我只是開咪前記得 Sony說有個人 又抽過這部車 又有美女陪她打機 我真的想打他 這位朋友 如果你是我們的聽眾 就麻煩你找我 我打你 你這些 我認為是男人的攻敵 我認為是男人的攻敵 你這些真的有掌抽有女陪 有掌抽有女陪 有掌抽有女陪 但因為XBOX那邊的活動 他那時候 看錯了原來是Ford 不好意思 因為他那個活動 那個時間 跟辦公時間撞了 因為他其實目標 應該都不是真的 在Player上面 可能是傳媒比較多 因為他在Media那邊 要回辦公時間 你很難叫他們OT 去出席你活動 沒有辦法 但我又覺得 其實Microsoft幾次活動 其實我看過他的時間 都在Media 都在Player 反而Sony 反其道而言 有一場Player 一場Media 我記得Sony兩樣都有搞 Media Media Player 我又覺得 Microsoft可以嘗試一下 對各位聽眾 的玩家來說 是一個福音 如果你們兩邊都顧及 始終有時候 雖然Media 報道這件事 大家都多了些知道 但如果有Player 可以過去自己玩一下也好 而且始終Media寫出來 可能是線稿 就算寫得好 你都會覺得有時候 不及那些Player 自己去玩完那個Review 可以說 大家會相信多一點 而且你們走上FORM 看那些Player 對他的評價 雖然是一部PS4 但也有好有不好 不是一致 拆鞋 舔鞋底 這樣就OK 因為大家知道 保持舔鞋 都不會有什麼獎賞 那寧願如實會報 這樣 其實沒有的 如果兩邊 Microsoft也好 Sony也好 很多類活動 對整個遊戲界 都好事 而且各位 香港玩家好像 不會被人懶惰 以前有一段時間 好像什麼都沒有 好像有一些 每年靠動眼智 還有那個TGS 不是TGS 不是TGS 那個AGS AGS 好像有少少被懶惰的感覺 看到別人的另一邊 好像遊戲台 玩很多東西 好像沒什麼 現在兩邊 都多了活動也好 而且都越來越多 繁體中文版 所以可能香港市場 都會再被重視多一點 繁體中文版 然後我們已經說了一會兒 有Microsoft和Sony的東西 周邊的東西 你現在一個應該不是這兩家公司 那都關Sony的事 因為這遊戲就出在PS3 PS4上面 我看錯了 不好意思 就是這個DQ無雙 我們稱之為 我看到這個名字 覺得很任天堂 因為它早幾代移植了過去 就是靠攏了過去 其實我之前都在PS2上面 所以我一看的時候 就誤會了 對不起怪聽眾 不要怪我 我們稱之為DQ無雙 它全名就應該叫做DQ Heroes 我看到有些遊戲書封面 都叫做DQ無雙 大家一看到就是DQ無雙 那個架題就是暗龍與世界樹之城 總之就是DQ無雙 那為什麼叫DQ無雙 即是它叫什麼名字 你也不管 總之叫DQ無雙 為什麼叫DQ無雙 因為就好像之前提過的 薩爾達無雙 其實是非常似的 只是角色變成DQ 動作遊戲 看背就是第三身視點 然後就斬草 除根 出現一些敵方角色 就是DQ經典的怪物 可控制的也是DQ的角色 就是劍師 魔法師 什麼術師 武道師 類似斯萊姆 這樣出來 總之就是有個將爆走出來 我相信他成為一個武道家 然後就會變成DQ 將爆 對 另外它那些Boss 我不知道是不是屬於Boss 但它會有一些巨型的怪 讓你打的 對 對 可能比傳統無雙 會多了一點點 就是一個人 去打一個怪物的戰爭 戰鬥 傳統無沙伊達 那隻好像多 打了一些大啟職的敵人 沙伊達也多 對 我真的傳統 就這樣有無雙 這個名字 那些作品才打了一些 一樣尺寸的東西 對 或者要去到那隻Multi Ray Multi Ray 對 對 我那班已經不是人類極限 對 可以變成超西那班 這樣才會打一些怪物 如果不是一般來說都是人打人的 但是 DQ因為幻想空間比較大 所以會在那裡 另外 它有一些技術出的 好像DQ裡面有些魔法 我不知道 其實我又 因為我沒有玩過一隻Game上手 我又不太知道 到底它屬於無雙技 還是一些特別技能來的 但是我看到它出技的時候 其實畫面都頗為華麗 也配合它有一隻技本身的屬性 但是你看到畫面 有沒有做到無雙那種 我知道它不是無雙系列 但是它做不做 好像無雙在玩的時候 那種斬草的想法感 做到 因為Obega Force做的 它簡直是 Square Alyx 可以去找Obega Force合作 雖然名字不是無雙 但實際都可以 跟阿榮合作 就是Obega Force去處理 無雙的感覺 OK 當然 那時候公佈 因為其實這遊戲已經出了 但是剛剛公佈的時候 有些人在說 其實光榮是不是暗啞得 已經買了無雙這個玩法的專利 為什麼個個都要找它合作呢 不是賣個名字 是賣個玩法的專利 對 很奇怪 當然它做開 可能是它熟手 對 實際上挺有趣的 它又肯 既然合作做這個技術 給別人其他遊戲玩 沒有 只有三角和戰角 又玩過乾乾的 可能 高達也玩了 高達海賊那些 高達海賊 特樂伊 北斗 星矢 星矢 星矢是無雙 星矢那隻不是 那隻不是格鬥 好像 它有無雙成分 但是 無雙完一會就變成格鬥 對 它打一打一打的時候變成1-1 很難的 它裡面的作品本身 一抽一 你很難做摘 是要被無雙的 對 看回看有沒有機會 再有其他無雙系列 但是這遊戲 有沒有看過其他玩家 有沒有說過一下 會不會滿意的 他們都OK的 評價不差 而且都說爽快 另外就好像裡面 有隻屎萊姆是可以用的 就是玩家可以用 用屎萊姆來玩無雙 對 但是獲得條件 我沒有特別留意 但是用屎萊姆打得好像挺辛苦 會不會輕樂 沒有的 可能是很厲害的 你真的不知道 就好像G-Gen的冬瓜 HELLO G-Gen裡面的HELLO 是最厲害的 都是 各位聽眾有興趣 出去留意一下 OK 不過我剛才講完一些輕輕鬆鬆的活動 講一些輕輕鬆鬆的斬草活動 接下來這隻就不知道算不算輕鬆的 好像是吧 都輕輕鬆鬆的 沒什麼 看你個人怎麼想 看你口味 看你口味 早幾集為大家講過 有隻恐怖遊戲 就叫做Light Cry 一開始就叫做剪刀計劃 現在證明了它的Light Cry之後 其實近日就有一段新的試玩片公開了 其實那條試玩片我覺得有點突然 因為它有隻Mouse 用Cursor在動來動去 但正常來說它應該不是電腦遊戲來的 沒有那麼在家用機 用手掣都可以用一筒去操縮 但因為它那時候M應該是M在手提機和電話上面 都不重要 可能它是那些DEMO版來的 其實是製作廠商那邊放出來的影片來的 所以有Mouse用電腦來玩也不奇怪 但因為它始終那時候我都說過 它那條影片就挺漂亮的 那些畫風 其實就明顯低了幾個grade 通常都是這樣 沒辦法的 而且你剛才說M是手提機和手提機那些 那它一定會調低一點 就沒辦法 變成如果你看到畫質和之前那條第一條宣傳片 就會有若干落差 但是那個落差會不會比你大 搞錯的 其實我看到我有那麼難的 有那麼多 但是它聰明在這條影片 因為我不知道到底這個是不是真的是主角 其實那條影片 新的這條影片 就是有一個女人 就去一間旅館登記 Check in 然後住進去 然後同時就發覺這間旅館有鬼 然後就被人追殺 拿一把剪刀去追殺你 那是一個故事 那當然這條女人又穿得很Sexy 波又大又貴妹金髮 那變成了 就是有這些元素 所以你又將很多本身不太接受的就接受了 就是你的視覺效果又差了 同時又有靚靚一點的補給 就是有另外一些視覺上面的喜悅 對 又沒有觸發 那當然這條女人在這樣的情況下 不算是很傻 但是又不至於對波起角 對 不是 那你當時PS那個羅拉真的害怕 我明白 PS那個羅拉不知道是對波起角 是整身都是喜悅 就是那隻狗 那隻狗 對波沒有喜悅 都可以 還有其實那條影片 我很難在這裡跟大家說 但是氣氛是足夠的 這個或者各位聽眾 你看一下上回我主頁 即是今集的Post 我放在下面 大家自己玩來看一下 那這條影片整個氣氛是足夠的 那你也有一點嚇到的 變成大家有興趣的 就留意著這隻遊戲 什麼時候出來好像還沒有正式 有時間表 但是看片子先學 而且沒有記錯 我如果先提過 製作那位其實是Cock Tower的那班 變成我 其實有一群以前玩Cock Tower的Fans 應該都會留意這隻遊戲 而且在氣氛上 你對它有保證 即是有信心 始終以前那些人都說 真的玩到什麼 對 而且有新穎 即是你好像步步驚身 步步遺形 不是無雙轟下去那一隻 這隻其實都是你看到 那條鬼妹在那間房間走來走去 有一些櫃子在頂住 它好像有超級市場的櫃子 一個貨架走去 其實也挺害怕 因為你走過每一個貨架 好像突然有些東西衝出來 其實可能最後都沒有東西 但是你總是認不住有些東西會爆出來的那樣 即是氣氛做到出來 氣氛做到出來 氣氛做到出來 也很適合的 還有 有興趣都可以留意一下 還有還有什麼新消息 Sunny都會在這裡送相片給大家 放心 我希望我記得留意它 因為其實我自己不是好玩 好玩恐怖遊戲的 只是剛好那次看完頻道 他又再重複另一條影片給我看 希望我記得 聽他這麼說 有位都陽智不錯的女角 你都會留意到大了一點 有 有穿衣 先留意一下 沒有穿衣 那些是鹹遊戲嗎 大哥 不要玩 鹹遊戲不是遊戲嗎 我這個節目暫時沒有講鹹遊戲 沒有講過 很棒 OK 大家就放場商 看看新意開不開 開的無所謂 這個電車之浪 R on 已經太延續了 不要說 不要緊 剛好我們之前動漫戰隊 一周年特輯的時候 講過說 在未來一年的目標 是想講一些H-game H-dong 那些會不會雜碎這邊 搶先戰隊那邊做這件事 不如自己開個節目講 開個節目 我們講完Night's Cry 即是一種比較恐怖的遊戲 再做一種輕鬆一點點的遊戲 雖然都 輕鬆就不是 未至於玩一些 Sone Keeper的遊戲 但你那種爽快感 光明一點 而且 感覺不用經常擔心 擔心擔心 擔心擔心 光明一點 其實之前都為大家報道過 這隻叫做倉之雷霆 倉男雷霆 或者叫做 那時候你是上網買了 第一集回來 有玩過 給我一個Review 我記得 因為他始終到現在沒有出實體版 但是公佈了會有第二集 其實你現在的消息都不多 但是他有公佈第二集 變了有點期待 而且其實第一集我記得都OK 評價很好 所以出第二集都不難預計 你怕他出不到 因為他第一集太少版 你怕他可能試完之後就完了 即是銷量差 可能銷量好 但他都不敢再斬四兩 或者這樣說 純粹他因為沒有出實體版 那些擔心 是啊 其實反而他出了一隻 而他公佈了一兩張設定圖 你都看到 我不知道是不是上集主角 總之有個二十多三十歲 有叔叔 跟上集主角的年紀就有若干差距 可能成長了 即是N年後的故事 又或者可能完全沒有關係 還有二可能是前轉 你都不知道 有時候是這樣 無間道E是無間道1的前轉 沒什麼所謂 但是 怕會這樣出第二集 我自己就很期待 還有我比較期待 他會不會有機會在二的時候 就出實體版 然後再加上一的compete edition 一加二 即是到時可以隨定庫 但是到時 如果萬一是出一隻二的 再加一條Code 給你買一隻第一 換一隻第一 那又不知道怎麼辦 那我多一條Code 那我多一條Code 多一條Code 到時就放上給聽眾抽獎 對不對 OK 那就可以了 內部應購 內部應購 又不用應購 債抽 OK 那抽中的內部聽眾 即是我們背中我們五十句對白出來 五十句對白 背建治那句潮文都已經有不少位了 叫他聽老領3D 陪建治的色彈出來 但有些難要叫人聽老領3D 那我寧願不要 這個獎品實至名歸 他真的有用心去做 我發覺Sunny有幾個傳 都有抽到旁邊的節目 說老領3D這個節目的不是 但其實他在開咪的頻率都很高 這就當然了 正宗臭你又乖那種例子 不是 這一部分其實都差不多了 電滿新聞 其實大家可能會想 不是 為何今集說電滿新聞 你沒有說暫時電滿界一宗 都炒得頗大的新聞事 就是P.A.D. 即Pursor and Dragon 的曲魏事事件 這個因為炒得很大 但其實在日本 好像是阿虎新聞上頭條 香港的蘋果日報就走去講 整個遊戲界 實在都頗多會提這件事 不過為何我這一部分不講呢 因為我接下來的專題 就會講這件事 以及再講遊戲平衡度 這方面的取捨 所以大家如果想知道 歌的曲魏事事件這件事 就聽完下一部分 下一部分就是雜碎專題 下次見